花莲市去移动集合式住宅 在日前闯进了一名黑衣怪客 偷走十双名牌球鞋 翻案前他先逐层破坏共九支监视器 对着镜头喷漆 企图要一面证据 殊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 通通被拍了下来 警方迅速锁定展开追起 大楼清晨闯进不速之客 男子穿黑衣戴黑帽还有黑口罩 手拿自带拖把瞄准监视器镜头 拼拼狂戳 接着再拿出浴场的喷漆狂喷毫不手软 住户门外的镜头 他一个都没打算放过 民众欺诈了 偷王要大家千万得小心 因为黑衣怪客闯进的 就是自己居住的大楼 而且整栋都受害 看着有民众会把鞋子摆在家门口 锁定高级球鞋行窃 二号清晨他骑着租来的机车 闯进大楼后 逐层破坏共九支监视器 偷走十双价值共三万元的名牌球鞋 停留近两小时后才六支大吉 立即启动鹰眼小组 调阅大楼内及附近多支监视器比对 目前已掌握犯嫌身份 从事前租车到携带工具 破坏监视器 嫌犯缜密计划 以为能消灭犯案证据 殊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 还是被录了下来 成了犯罪铁证 记者陈济耶欢迎报道